如何把一块钱的东西卖到五块钱 来看看卖西红柿的大姐是怎么做的 首先她把西红柿分成了两堆 左边一元,右边五元 顾客来问的时候就会很纳闷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大姐说,左边的是国产的,右边的是进口的 顾客说,西红柿还有进口,真是枯成 所以就选择了一元的西红柿 很快,左边一元的西红柿卖完了 大姐又把剩下的西红柿分成两堆 很快就又卖完了 一天下来,80%的人选择了国产西红柿 20%的人选择了进口西红柿 这个故事透露出两个道理 第一,如果你只有一堆的话 顾客想的是买还是不买 如果有两堆顾客想的就是买这堆还是买那堆 第二,只要你敢卖就有人敢买 销售过程中要不断推断顾客的心理变化 准确抓住顾客的痛点 找到成交的关键 对正下样才能赚取更高的收益 你认同吗?认同的关注点赞